我本身比較喜歡畫圖 本來讀書有想要選擇這方面的科技 但以那時候父母的觀念認為說 讀這個比較沒有什麼前途 我從二十幾歲就開始開公車了 我們開到現在四十幾 四十五吧 開了四十七年了 又四年了 我曾經開車經過某條固定的路段 這次發現過有一個媽媽 背著一個很小很小的小孩子 在買魚人花 經過很多年以後還是看到他們 媽媽還是帶著小孩 還是在買魚人花 但小孩子就大很多 感覺他們生活不好過 但小孩子也是長大 你公車這個行業來講我們的收入不高 我們的工作時間大概是兩個人的工作時間 所以說如果一個單位一個單位來計算的話 事實上錢不多 只是我們 但就是有很多時間可以 就是有很多班可以加 每一天可以跑十七小時 我女兒比較小的時候還幼稚園的時候 有一次我放假她遇到我媽媽 她就問了一個問題說 她問說爸爸你怎麼好幾天都沒有回家 事實上我天天回家 這樣跑得要不會過了什麼 沒辦法 比較沒有時間也是有好處 就是沒有時間去花錢